那電影這部其實是在描述 一個越南移工阮國飛在台灣工作的一個悲劇這樣 那導演想要透過這個悲劇故事其實是 因為它是一個很個人很微觀的事情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那第一個可能想要談的也許是 對於這個執法的限制在哪裡 然後可能再延伸慢慢擴大到 整個東南亞移工對於台灣的重要性在哪裡 其實這也是很多人不清楚 所以這部片其實是希望透過影片 讓大家能夠多一點理解跟開啟對話這樣 因為影片裡面很重要的是 它有算兩個段落我覺得形式上面有兩個 第一個是它開槍的這個過程裡面 那個衝突畫面透過那個密錄器去表現 那我們當時有考慮過要不要一次把整段全部放完這樣 可是因為那個影段很震撼很衝擊 可是也很痛苦對 所以最後我們討論然後導演最後覺得說 應該是用分段的方式去穿插在影片裡面會比較適合 再來的話就是因為軟國輩已經身亡了 所以我們就嘗試透過一個靈魂視角 就是攝影機代替軟國輩的這個靈魂 然後去觀看遊走 可能到他回到他的家鄉看他的家人 看他的生長環境 然後因為我說這個其實是希望觀眾能夠多一點理解這樣 那再來就是回到台灣的這個很多移工的現場 因為有非常多的工商事件或者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居住條件都是問題這樣 所以透過這兩個形式讓影片可以更豐富 我覺得拍片最重要的兩件事情就是技術跟觀察 那透過師徒制的這個帶領就是平常帶著學生去拍他們都能有效的去提升 那可是我真正想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說 不管是什麼議題或者是你想講什麼故事 那都是你可能有興趣的或者是你認為很重要的 那你不要去想他會帶給你什麼結果或者是說他前面有很多的困難什麼等等等等的 因為我們拍這部片其實也沒有想過最後就是會拿金馬獎 因為我們就只是覺得說這議題很重要 需要持續去拍 需要想要讓更多人理解 那我覺得事情慢慢做到最後就是他就會長出一個 你想要的結果或者是還不做的成果這樣 所以想跟學生們說就是老師做得到那老師也相信你們做得到這樣 先我們要恭喜我們文傳系的詹浩宗教授 他獲得了我們這一屆的金馬獎 他這一次擔任這個攝影的作品《九槍》 他展現了專業 如果有一群學生願意跟著這位老師上山下海不分日夜不分假日或平時 能夠相信老師跟著老師學技術學理論然後呢共享一些作品的成果 如果能夠這樣這個老師是成功的這個學系也是很有發展的 所以隨著詹老師的得獎 我們文傳系的所有老師都與有榮焉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